嗯,所以既然是这样呢,每个人都是过了一生 为什么孔子是过了一生,他留下了眼,经过现在两千多年 我们都还在看他的书,在读他的书 两千多年前那个时候有多少的人 他们也讲了同样一辈子的话,讲的时候是没有用的 讲的时候是没有用的 所以口常说不合理,不合法理的原理,这就是不好的 耗力不厌,云行无度,就贪财没有处境 荒淫不出劫持 人为了要得到钱财,不择手段 尤其现在的生意人 孰大财户,孰大守户 有七个人被关了,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既然能当回守户,为什么会被关 在他们成为守户的这个过程中 一定有一些违反法理的 不合人情亦理的 今天才会变成这样啊 说实在的,人赚了一点钱就是要养活这个家庭 他说你要养活这个家庭,是这个家庭的人他你有这个缘分 你有这个责任 但是你不要为了这个家庭你做出违反法律的事情 违反天地的事情 这些一切的一切都要你自己承担 人的隐形无度,荒隐不足结束 这是好可怜 很容易说到一切都要说万恶云为首嘛 所以要注意的 苏心诡竭,从而如流 充满苏心怪诞的想法 不行正道,唯恶害人 我们一定要知道 人数有因果的 你为了你的苏心 为了要达到你的目的 所以你不择手段 不行正道 用另外一种方法去害的人 来达到你的目的 你心是不安的 心是不安的 这些事情到最后你都要自己承担 这种故事太多了 我们现在不探中 我们还台湾就好了 早期很多人的成长的过程 做了一些很多违法的事情 到最后都进入监狱里面了 抱慢疏离,焦重无德 态度暴躁,傲慢无理 骄傲放重无德 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谈的 一个美丽的小姐 她以她的美丽 就产生了骄傲的心 常常和人家合不下来 经过活头的启示之后 一个女人 能脱胎来事实上当个女人 其实她本身 是纪别的条件 还是有一些缺陷的 尤其是靠着你的女侧 人家早就讲过了 以色乎人者 人未能扶足 因为你会连老 你会衰老 到最后你一定要接受 你衰老那一天的病因 所以这是要小心的 五亲,逆亲,伤亲之心者 五逆双亲,属父母伤心 有犯以上恶行的人 回复输过改过 回复到赤子 纯尊的这种情形 应该 回复不孝之错 能彻底输过改过 而不再犯 以其回复赤子 纯尊无染的性情 昨天的电视就报道 一对父子 做天不辣的生意 做到非常的成功 因为两个经营方式的 理念不同 她儿子就自己自己开了 但是两个人 都是用同样一个招牌 后来她爸爸 因为开联手店 将这个mark就 卖给联手店的人 每一个人联手 都可以用我的招牌 她儿子就告她父亲了 你收 你当儿子的 父亲在怎么做 做到最后 也还是会给你 你为什么要去告父亲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个公司本来是两个人 在一起经营的 你有什么诸葛去告父亲呢 第三点 他是你的父亲 这有什么错 你也不能去告他 他又不是做什么 违法的事情 这是你们两个人 处理不好的事嘛 他的法律是没关系的 你去告他 社会上对你的 这种 批评 你如果赢了 你又能怎样呢 社会上这个就已经 戳了非常可怕了 戳了非常可怕 所以在孔子家瑜 建立五一解地期的时候 就有谈到 孔子家瑜收了 人有五一 有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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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处五者 则住道必宜 就对了 孔子就说了 人有五种不同的遗形 有的是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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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分辨出这五种人 那就能够了解住口之道 当这个时候 你会去告父亲 你是哪一种人 自己看一下 大概就知道了 因为所有的得气之手 就是孝心 你告父亲 你今天能卖这种东西 天不辣 也是父亲教你的 也是父亲教你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报道 真的是非常的好笑 是非常的好笑 所以 爱公 就问孔子 感恩何如 是可谓是庸人 爱公就说了 请问怎么样才称为是庸人 孔子就说了 所谓庸人者 心不存 顺忠之规 可不吐性格之言 不择嫌与托其身 不立行与制定 夫主就讲了 我所说的庸人 心里没有谨慎 的 谨慎小心 贯彻属中的规范 可常说 不合理法的言理 不选择 贤能者 作为自己效法的对象 不孙体力行 来实现自己既定的目的 所以我们今天来当个助攻 当个修道者 我们本身都是要去选择一位 你的偶像 这个偶像绝对不要去选明星 他不一定会做得比你好 他做人不一定会成功 他说不定比你早离婚 所以我昨天就谈过了 当我到孔林的时候 我看到主供 夫子的墳墓的时候 我就有一种 敬佩崇拜 我不是不崇拜孔子 当然我是崇拜孔子 但是以我的能力 我大概没办法达到那种敬佩 所以我们来崇拜主供先生 主供夫子 就在他的墳墓旁边就造一张像 因为他的三书病情 财书法书无畏书 都做得不错 没办法达到圣贼 达到贤者嘛 不要当庸人就对了 这都是这种境界 所以我们要去学习 找一些圣贤来当我们的偶像 以后追随成功之后 我们才会成功 所以回心 互孝 天理完 谢谢